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统计资料显示,大肠癌连续15年位居十大癌症首位,年夺6000多条人命。 对此,营养师于朱青表示,想要预防大肠癌,可先从改善饮食习惯助手,并列出15种高纤维食物,包含黑豆、燕麦、蒟若、毛豆仁、牛蒡、土巴勒等,多摄取有助减少肠道变质几率。 其中他提到,黑豆每100公克就含膳食纤维21.5公克,可说是各类食物中的冠军。 于朱青在个人网站发文指出,大肠癌发生的原因之一,有不良的饮食及生活习惯。 他建议,日常可从改善饮食助手,多摄取富含膳食纤维的新鲜蔬果,促进排便,帮助肠道蠕动,减少食物停留肠道过久,而引发不好的变质几率。 至于哪些食物富含高纤维,于朱青分享,包含黑豆、燕麦、蒟若、毛豆仁、牛蒡、土巴勒、秋葵、地瓜叶、莲藕、菠菜、青花菜、海带、黄豆芽、茄子、玉米笋等,都有助于降低发炎反应及预防大肠癌发生。 其中,他指出,黑豆纤维量聚冠,每100公克就含膳食纤维21.5公克。 二,三明则为燕麦、蒟若。 每100公克含膳食纤维分别为10.5公克和7.4公克。 弹鸡黑豆的好处可不止高鲜。 好食客粉专层分享,其营养成分特别,含有比黄豆高了40倍的维生素A和叶酸,且由于外皮为黑色,因此有较多的花青素。 此外,营养师李婉萍也提到,黄豆、黑豆及毛豆的蛋白质含量,跟肉类比不相上下,50克新鲜豆类有7克蛋白质,约为30克肉的蛋白质量。 还含有多种维生素,甚至有植物栽醇帮助控制胆固醇,尤其适合胆固醇膏或想增击减脂者食用。 除了多摄取高鲜食物外,于朱青提醒,加工食品,高糖和低纤维制品,高脂肪红肉及烧烤食物等,也应适量摄取或避免。 另外,也要保持固定运动习惯,维持正常体重,饮酒不过量,避免吸烟与不要熬夜。 这样才能远离离癌风险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